Hello 我是MyFrawlatter的Kelly 我們會定期送鮮花給大家 久不久都希望介紹比較特別的花材給你們 今次為大家帶來了鮮像果及千歲燕 這款橙色及Copper的顏色千歲燕非常適合Cottage style 可以迎接我們的中秋節 大家收到回來的花都可能是沉睡之中的狀態 記得要盡快幫你剪花剪腳 養水 幾小時後花就會回復原來的狀態 第一次收花的朋友記得看花材處理短片 我們首先介紹花材 第一種花有來自荷蘭的酸醬果 酸醬果的質地非常特別 有些硬的紫質有一層蠟包著 一個一個燈籠 也叫燈籠花 它的顏色會由一種青色慢慢變成橙黃色 最後變成橙色深紅色 第二種花材有來自荷蘭的Garden Rose 非常delicate 今次選一個cream的顏色 記住玫瑰花是有它的保護粉 保護粉在玫瑰花的外層比較深色 有些和有傷痕 它不是不新鮮 其實它是保護門櫃花生長過程中 和運送過程中不會受到損害 至於如何處理保護粉 可以看回我們的花材處理短片 第三種花材是來自荷蘭 顏色非常罕有的千碎燕 我們會看到它的花不會站得很直 會向下垂 我們會好好運用它的線條來做我們的arrangement 第四種花材是茴香 今次會用到白色 我們可以說回花牙的基本知識 關於花材 不是所有的鮮花都一定會向上站得很直 因為每一種花都有它的特性 尤其是花頭比較重的位置 很多時候都會向下彎或不同方向生長 下一種花材是來自荷蘭的堆心谷 你會看到它的花心堆成一個波波 仔細看的話 它的花瓣邊有三個波浪 我們要留意 因為鮮花不是賭卜的產品 有時一枝花可能會多一點的花痕 一枝有時會比較少一點的花痕 另一件事要注意 其實深谷有很多很多的葉在花徑 這個我已經清除大部份的葉 我們只需要留在花徑上花頭一兩塊葉 用來拆花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會用到臘梅 臘梅你不要看到花仔細細 其實它用五塊花瓣組成 而花的質地好像有一層納粒在那裡 到最後 好了 今次醃材會用到開心葉 我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flower recipe 裏面就列明了大概每一枝花的長度 來做以下的arrangement 大家處理好花材之後 就可以將水倒入花瓣裡 倒到大部份的位置 多點水也不要緊 然後就可以用給你的營養粉 整包倒入花瓣裡 然後用花瓣攪拌一攪拌 用了營養粉之後可以戒藥才幫鮮花 剪腳換水洗花瓣 到時就可以用第二包營養粉 用完營養粉之後都最好每天幫鮮花 剪腳換水 今次大家可以跟我們的flower recipe 幫鮮花剪長度做arrangement 而我們的flower recipe就是跟我們今次用的花瓣 大概是15cm的高度 大家也可以用回你們自己的花瓣 看看arrangement完成的作品做個比例來量度位 我們首先會用我們的葉材來做一個base 有三枝開心葉 我們會先用兩枝左右放在花瓣裡 我們可以留意在花瓣的頸位 花瓣的瓶頸位 大概是葉材出來的位置 如果你插進去後發覺有很多勁部 凸出來代表葉太長 可以剪斷一點點 因為開心葉我已經收剪了 收到回來有機會大棵一點都未頂 我下面的葉 多餘的枝節都剪掉 左右放在花瓣邊插一枝 最後一枝我會放在花瓣 最後面正中間的位置 插了三個開心葉 葉材份量大概是這麼多就足夠 如果太多的話可以剪掉 或者待會覺得太多葉材 都可以稍後修剪一下 之後我們可以用長兩枝辣梅 這個辣梅 放在花瓣的左邊和右邊 然後把花瓣的開心葉撞在花瓣上 斜斜地插進去 如果有些葉阻礙了花瓣 可以撥一撥開它 也OK 盡量不要打直插進去 斜斜地插進去 之後還有一枝比較短的辣梅 就會放在花瓣正中間的部份 這個就可以少少傾向前面 之後就可以用我們的對心谷 對心谷放的位置有五枝 其實有四枝都是圍著中間的辣梅放的 兩枝放在花瓣前面 兩枝放在這枝辣梅後面 因為對心谷每一枝的花瓣數目都不同 有些會多些 有些會少些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多花瓣的放在花瓣前面 這樣就會更漂亮 第二要留意 對心谷比較多葉材 我這個已經清理大部份 其實只需要留在勁上面一兩塊就可以了 因為這次的作品比較用很多綠色的葉材 如果有這些葉材遮著花的話 就不會突出我們的作品 可以在花瓣前面 這枝辣梅靠左邊 在上面靠著它插進去 右邊都是同樣的做法 然後在臘梅後面這個位置都是這樣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打直地插在花瓣裏面 因為森谷每一朵花又大又小又高又低 插進去會見到很自然風格 就像田園中生長的花 最後一枝會放在花瓶後面中間的位置 同樣地都可以直接插在花瓶裏面 之後可以用Garden Rose 先用最短的枝放在花瓶前面中間的位置 瞄著花瓶中心點插進去 之後有三枝比較長可以用 第一枝會放在花瓶右手邊 在森谷旁邊 插進去之後 花瓶會稍微傾向右邊 然後在對上和後面都可以插一枝 最後一枝在她的左手邊 但可以隔開一點位置才放進去 就像現在這樣 之後可以用長的一枝茴香 可以隔開千碎燕一起用 首先要注意 因為茴香每一枝的角度都不同 像我這枝一樣 它是向前彎的 看到它 插進去的時候可以量度一個位置 我們會放在花瓶的右手邊 靠後的位置 插進去大概會是這樣的角度 我們可以預計 因為它是向前彎 如果我們打直插的話 就會彎得很厲害 但可能我們斜斜地 稍微向前的話 它就會看得清楚一點 而我們的千碎燕是希望它 這個花碎是向我們右手邊傾 放在花瓶的後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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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比較短 之後插進去就靠其他花 來承托它的重量 今次會放在花瓶的左手邊 後半部分 而千碎燕是向左手邊傾出去 最後我們會放酸醬果 首先選擇兩支 會放在花瓶的左邊和右邊 可以沿著葉子裡面 好像裡面的生醬一樣 就好像這樣 右手邊也是同樣的做法 擦進去 捂一下 摸到酸醬果的聲音 好似有些膠質地的感覺 最後一支酸醬果 就會放在花瓶 右手邊這個梅香旁邊 可以將它打直插在花瓶 會比較靠放在前回香 可以移一移位置 今次的作品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次classic plus的花藝作品 如果大家在插花方面有什麼疑難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做完之後記得拍一幅相傳給我們或聽我們 每個月最美的一盒我們會送一幅花給它 下次見 拜拜